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夢想街57號世界珍寶 鉛賞大會開始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 歷史我們世界珍寶 鉛賞大會的現場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 觀眾朋友們家裡面 一定有很多的珍寶 甚至不管是這個在客廳 或者是在床底下 或者在這個牆角 放了滿滿的這一些珍寶 一直苦無機會 讓大家來欣賞沒有關係 今天你有機會 能夠來參加我們節目 只要您把你們家裡面的珍寶 拍一張照片 然後寄到我們製作單位來 我們製作單位的地址 是位在台北市中校西路 一段4號19樓夢想街57號搜 我們製作單位 在收到您的信件之後 會馬上跟各位來聯絡 然後也歡迎各位 能夠來參加我們的 健保的一個這個鑑定大會 也歡迎各位 能夠把家裡面的這些東西 拿來跟所有的電視機 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好好來分享 不然的話放在這邊 真的是有點這個孤單了一點 好 我們趕快邀請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來自於台中的林夏裔 林先生 歡迎林先生 好 林先生 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收藏了這麼多東西 到底這些東西有沒有拿來使用 您都收藏那個玉還有水晶 對 那您自己有沒有佩戴 比較少 那你都給誰戴 就大部分老婆再戴比較多 就興趣收藏 幾個老婆 一個 一個老婆能夠戴的也很有限 沒有 他就喜歡就買這樣子 好 他這樣就是365天 老婆每天看哪一樣東西 他喜歡他就高興就把它戴起來 對不對 對… 好 今天要來上我們節目 好好來鑑定一下 是一些帶在老婆身上的東西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來 趕快邀請一下 第二位是來自於台北的 江佩玲 江先生 歡迎江先生 好 來 江先生 您收藏的也是翡翠珠寶嗎 都古文物比較多 古董 對 您收藏古董的時間有多久了 大概15到18年 哇 所以您應該也算是專家了對不對 沒有 就興趣了 興趣了 您收藏的古董 大概是偏重於哪一方面的 大概都雜項 雜項比較多 就是什麼都收 對 什麼都收這樣子 對 那收到的東西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您自己有幾層的把握 當然一開始都是被人家騙的 那現在是自己騙自己了 那是不是畢竟的一個過程 好 來 趕快 我要好好來問一下呢 我們的鑑定專家 齊志玲 請老闆 歡迎 請老闆 各位觀眾 幸福人 你好 其實這種收藏或者是蒐集 或者是鑑定 古文物 其實如果把它當作興趣的話 對 這個趣意盎然 如果是把它當作功課的話 那真的是很吃重的 為什麼你要了解的深度跟寬度 都太多了 所以說如果只是研究一樣的話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要從哪裡著手 我說你單從一種東西 小樣的東西 你比如說玉器 那你就單從玉器來開始 如果你喜歡研究 比如說紅山文化 那你就從紅山文化開始 不要研究太多 那這個江先生他是一個雜項 他是古董的雜項 然後十幾年了 他說從本來是被人家騙 現在到自己騙自己 這是不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這應該這麼說 除非天分很高 否則你研究得太廣 反而不能夠經 這可能就是缺點 當然也不一定了 這也很難講 人家搞不好砸相對 也許他就是天才之一 你待會兒讓他的東西 古董弄出來的話 搞不好全部都是有歷史價值 那也不得了 可能我們兩個人 要稍微溝通一下 好 來 我們趕快首先 是歡迎來自於台中的林先生 歡迎林先生 好 首先歡迎的是來自於 台中的林夏懿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 你看起來很年輕 對 還好 快四十歲 快四十歲 是 那理個短髮 都看起來比較年輕 還是還是 沒有啦 四十歲也是很年輕 我也四十歲 對吧 人家四十歲的話 但是看起來他比你年輕很多 問題是說在哪裡 但是他會 這個四十歲說實在 會喜歡這種東西 畢竟還是滿少的對不對 因為從小時候 我就喜歡去剪一些奇奇怪怪的石頭 有這個興趣 自己本身有興趣 所以您其實本身比較偏重於 喜歡玉石 玉石跟水晶這一塊 你現在在看的時候 覺得那個是真還假的 應該是真的 因為看了貴節目以後 他就自己有時候拿手電筒 然後像昨天晚上 要來之前拿那個 那種手電筒在那邊照 對… 不要拿到東西上來是漏氣的 就麻煩了 沒有… 沒有 大家都現在都在家裡面 把家裡面的那些 以前早期買到的玉 拿回來都趕快好好的照一下 現在很多的觀眾朋友 在晚上不睡覺 把東西拿出來對照電視節目 然後看看自己是真的還是假的 百分之七十的人認為 他的東西越看越真 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越看越晦氣 那就是跟那個 跟那個我們台北的 台北的江先生講的 就是自己騙自己 是… 到現在的話是自己騙自己 當然最好的辦法是 把你的東西送到節目來 由我們參加幫你看 你就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 你看我們帶我們這麼多儀器來 其實你知道 他們現在來參加節目的 我覺得都有夫妻之間的議論在 老公一定覺得 他的東西一定是真的 老婆一直不相信 他說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來上個節目來看看 老婆有沒有這樣子講 事件還可以打個賭 老婆一定說 你不要再買了 那個根本都是假的 你一定說這個是真的 但是說實在的 這個林先生真的很會買東西 來 我們來看一下手上的這一個 我剛剛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就跟林先生講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現在多十倍的價格 直接幫你把它買下來 這麼有把握 我直接把它買下來 反正我們就賭一下看看 他說沒有問題 我為什麼願意敢用十倍的價格 因為他買的時候只有三百塊 真的還假的 你怎麼那麼會買 因為那時候就一次買很多 就一百多件吧 一次買一百多件 對 它就各式各樣不一樣的 一百多件喔 對 那你是跟誰買 那個叔叔 你叔叔 親叔叔嗎 不是 他算是 長輩 長輩一個長輩 好 來 叔叔是在做玉石的買賣是不是 沒有 他本身是在菜市場賣雞肉 他也有 他也有 就是最快他也有進去 業餘的 業餘的這個玉石 商人 糟糕了 剛剛那個秦大哥講說 重點是跟誰買的 對 對 是 那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那個交易算了 取消 你的來源是一個叔叔 來 我們來想想 叔叔是在賣雞肉的 賣雞肉 這會是真的嗎 這個…有的時候賣… 賣雞 賣魚 賣肉的 可能他的經驗 比我們還豐富也不一定 那我問一下 他是雞肉攤是專門在賣雞肉 然後只是說家裡面 自己在玩那個玉石 還是說他雞肉攤旁邊擺了 然後那邊旁邊這邊 再擺一個玉石攤 對 他旁邊還在擺玉石攤 他還減賣豬寶 一減二賣 好厲害喔 他賣北翠玉石 像他就是他連茶葉都很賣 然後像茶壺他也有 他就跟我說 他921的時候地震光茶壺 就摔了400多 那個茶壺也都是拿到 那個市場裡面去賣 沒有 他自己的興趣 所以他在旁邊那邊 賭雞 賭賭賭 老闆 你這個機器不會多少 然後他再把東西放下來 然後過來就… 我跟你講 這一個是來自於 緬甸的老坑的冰種翡翠這樣子 這我就不太清楚 應該是啦 就我沈生會幫他顧攤 台灣人真的很厲害 台灣人很會做生意 對啊 你剛剛講說 我沈生是在顧珠寶 然後他在賣玉嘛 整條雞也也是這樣 我記得我之前去台北的一個 那個中正區那邊的一個市場裡面 也是這樣子 他們一家族裡面都是在那個 市場裡面做生意 但是有一個兄弟就負責在賣 那個青仔麵 另外一個他的姐姐 就在負責賣那個珠寶這樣子 所以那個攤子裡面 全部都是他們的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玉醉 這個玉醉雕的是一個葫蘆 雕的算是葫蘆 雕的這個還不錯 代表 葫蘆是代表一個 人丁財旺的這個象徵 好 來 咱們評估一下 這一支翠玉的葫蘆醉子值多少錢 好 來 林先生你自己先估多少 估大概一千塊吧 所以我也不能用三千塊跟他買 我應該要用一千塊 反正他就要賣一千五百 是…好 我們請這個 齊大哥幫我們好好鑑定一下 這個當初只買了三百塊的 你說是冰種的玉葫蘆雕件 玉佩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五萬元 你多年買一百多個 對啊 有那麼多 是… 我們剛剛交易有成功 送這也沒關係 三千塊 老婆應該最開心吧 送朋友的 來 老婆那個 她說家裡面有一百多個是不是 有 還在嗎 要問她 這個是裡面最好的 還是她隨便抽一個出來 她自己找的 她自己找的 就隨便找的 對… 那您隨時要帶都可以拿來帶 對不對 自己看喜歡的 不得了耶 三百塊錢買的話 現在價值五萬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早期像這種沒有帶顏色 比較淡一點的 我們像說冰種的東西 對 沒有顏色的 沒有顏色 基本上是用送的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顏色沒人要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已經沒有冰種的東西了 不要說有顏色了 有顏色就變成冰種老坑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整個裡面非常乾淨 裡面沒有任何處理的紋路 外表那裡非常的光滑 所以這個是A的 那為了證明 這個我們的判斷是對的 我們還是要上光譜儀 好 來 上一下光譜儀 好 我們進光譜儀來判斷一下 其實很多人在二十年前 買一些沒有顏色的 比如說冰種或者說 甚至玻璃種的 那個時候買起來都不貴 對 你這人買三百算很便宜了 大部分都買個一兩千塊 現在都值五六萬以上 但是我比較看上去 你還是帶一點顏色 並不是完全無色 你還是帶一點綠色 它那邊底下有一條綠色的線 但是它其實我剛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可能三百塊 它其實那個冰種的感覺 還滿不錯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光譜儀 小小的一點 來 你拿去 這個其實已經算大了 看看光譜儀 太鮮 它太小了 來 從光譜儀上面來看這件事情 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從這個光譜從三千往上跑 對 往上跑 這個紋路是標準的 A的翠玉 這是一個非常天然的A貨 那個叔叔根本不用再做肌肉的生鴨子 因為他以前庫存的這個翡翠 拿來賣一賣的話就嚇死人了 這個一樣嗎 這塊 也是一百多件 裡面其中一件嗎 沒有 那好像那時候買四五十件吧 四五十件 也是跟叔叔買的 對 也是跟叔叔買的 然後就是他說 這個是紫蘿蘭帶一點漂綠 對 我先問你一下 就是叔叔賣這個東西 是他在攤子上面賣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這個樣子 還是說叔叔有特別把一批不錯的貨 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絕對是真的 然後讓給你 因為他就是有進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有一批玉要不要 我就說好… 然後就擠給我就全部都拿回來 是… 所以你還是很實心 你叔叔怎麼說你怎麼做 第一個都對了 那第二個會不會對呢 這個你買多少 一千…一千二還是一千五 來 我們來看看 一千二還是一千五 你看到他旁邊這邊 還有一個帶一點漂綠 然後他其實是紫色的 天啊 叔叔怎麼對你那麼好 還是他外面的定價 就是定這樣子嗎 他在賣我知道有比較偏高 大概就是高到多少 一萬五 這我不太清楚 那是三千塊 可能就至少五千一萬跑不掉 五千一萬 你這個那時候 大概已經放了多久了 這一塊 這個也差不多十幾年前 也十幾年前 也是跟那個叔叔買的 對 同一個叔叔 對 同一個叔叔 好 來 那我們要宣布一下答案 好 那我們看會不會就是 印證了秦大哥所說的 如果那個 看到底是跟誰買的 那個五萬 這個恐怕就二三十萬以上 按照體積比例的 這個放大的話 有可能喔 這不是玉琢心的 玉琢心不是人家說 那一般廢料嗎 不是… 你要說罪子 罪子還是一個 還是大家喜歡常常帶的東西 你這也沒什麼信心 其實你剛剛這樣子講的時候 他其實眼神 已經散發出一種驚訝的表情 是… 他說怎麼可能 開心的… 你自己顧是顧多少 那五千塊 五千塊 好 來 你記得前面這個要三千塊賣我 那我也沒關係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我自己也滿好奇的 剛剛請大家跟你講 這個二十幾萬萬 我也嚇到 好 來 這個春代彩的預配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一千元 好 這個抱歉 這個就是處理過的了 處理過 這是標準的處理過 整個的上面布的 全部都是砂坑狀的 然後裡面的結底 全部也被破壞了 上光譜儀 好不好 您這個的話 有沒有用那個方… 你不是說 你有買一個儀器在看嗎 什麼儀器 插耳式濾鏡 咱不會用 濾鏡 濾鏡就沒辦法用 因為現在有一些酸處理的技術 濾鏡是看不出來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光譜儀 好 我們一樣 我們來看光譜儀 光譜儀的狀況是什麼呢 來 光譜儀會告訴我們 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從這個 在這個二千八的地方掉下來了 三千到二千五之間的 二千八的地方掉下來 這很明顯的是有個吸收坡 這個吸收坡就是酸處理的 一個留下的一些 這個酸的雜質 把這個紅外線的光波 長波收掉 所以打出來的圖形就是這樣 所以很抱歉 你說你有四五四件 對 都是這個樣子嗎 就各式各樣 然後各種顏色都有 所以你叔叔賣東西有真有假 這怎麼辦 可能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 賣機一方面賣玉 運氣好就買到真的 運氣不好的就買到真的 我覺得他居住有可能是 大件的東西可能是假的 那種小的話搞不好都是真的 其實慶玉應該這麼說 他叔叔因為是兼差 他也不知道真假 反正上游給他多少貨 他就撲貨 人家問他 他都說是真的 那不就從上游的時候 就全部都搞在一塊了 就是真真假假就放在一塊了 應該是這樣 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這個 這個的話 我再猜是不是 那個一百多間那一批裡面的貨 這跟前面是同一批 是同一批嘛 所以你看這同一批的樣子 是有點像的 那這個也是三百塊 它均價起來的話是三百塊 均價是三百 好 來 我們請 這比較小一點 而且它的刻工其實也有點像 對不對 好像會不會是同一塊石頭刻的 應該 應該不是啦 應該不是 但是它的刻工的一個方式有點像 所以那時候大概平均起來的話 這一塊也是三百塊 我們不要問剛剛的那個估價 如果按照您剛剛講的 那是同一批的話 它本來 剛開始節目開始的時候 是跟我們講一千塊 好 前面這個已經估了多少錢 五萬了 對 五萬 你那個要不要重估 來 那是一樣的事 因為它小小的而已 對啊 三萬 兩 三萬可能吧 兩 三萬可能 好 喜歡 本來從一千塊 現在已經變成三萬 來 我問一下老婆 好 寧姑呢 差不多吧 也是三萬 三萬 我先問一下 你身上戴的那塊玉佩的話 是不是也是那一批的 不曉得 是不是這一批的 不是… 還是這一批的 也不是 回去我覺得它應該會 馬上換這個了 但是它那塊比較大 它那塊更大 對…那塊比較大 這塊比較小 來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冰種的翡翠 最實呢 目前上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 兩萬兩千元 真的耶 還不錯 這個…這裡的還不錯 這是A的 也上光譜儀打一下好不好 因為有一些翠玉類的東西 我們光是用肉眼 或者用放大鏡來看 當然有很明顯的東西 是顯示出來 可是有一些技術很高的部分 你放大鏡看上去 還是沒辦法發現 或者甚至說 故意做成那個樣子 對 都有可能 所以說有些沒有辦法 必須一定要透過 光譜儀的掃描 所以你到鑑定中心 它就會給你一個 光譜儀掃描的突破 就是一個… 好 那這個經過掃描以後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來 我們看看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並沒有掉下來 在兩千到三千之間 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波峰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林先生自己本身非常的喜歡玉 然後接下來的東西的話 應該算是古董類的 你能不能幫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這一塊到底是什麼東西 光看這兩個字你就嚇死了 甚至到 來 要趕快跪拜了 要跪拜的 要跪拜了 來 您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來的好不好 就是那個奶奶那時候留下來的 因為我見過她的時候 是三十年前的 是 所以這個東西 最少要三十年以前了 對 怎麼來的我不太清楚 因為後面的字 我首先都只看得懂這一排 大唐開源玄宗玉寺而已 其他的唐代 看不懂 是… 奶奶 你們的祖上 幾百代以前的話 是不是有在唐代的時候 在朝為官 還是說奶奶那一輩的話 是什麼朝廷裡面的 格格 公主之類的 這我是不太清楚 那不然怎麼會有這一塊呢 這個是聖子的 是叫做玉龜對不對 這個是個玉龜 這個現在在故宮 最貴重的一個玉龜 上面也有乾隆皇帝的提示 玉龜 玉龜的部分 應該這樣看 它是一個古時候在紅山文化的時候 它是一個玉斧 它是一個斧頭 這邊有個洞 所以這邊是放在一個木棍上 然後用繩子穿進來 綁在木棍上 當作武器 就是這樣子斧嘛 是 就砍木頭那個斧 對 慢慢演變成玉龜 那個龜這個東西 是繼東方的一個禮器 那龜部分我們暫且不談 為什麼會這麼大 因為一般的龜 像故宮的那個最有名的那個龜 大概只有這個一般的大小而已 我們先來看上面這個文字 其實這個東西稱為龜也好 或稱為戶 戶板 什麼叫大臣要上朝以後 拿著這個七柄萬歲 但是要唸什麼 怕什麼緊張唸不出來 那個小的一個小抄 寫在這邊 貼在上面 這叫玉戶 玉龜慢慢演變成玉戶 戶這個東西 就是大臣上朝要用的 那他們上朝的時候是 就是這樣子面對著這樣子 是… 那他這上面的話 為什麼寫一個聖子 所以說這個很奇怪 聖子不可能用一塊玉石來做 因為我們記得都是那個 那個小壘子拿了這個聖子駕到 然後用了一個轉軸對不對 是… 聖子這樣子嘛 然後演是這樣子演 所以不會刻在這個玉龜上面 這樣子寫聖子 所以這個讓人家會形成一種 認為說一種 想當然耳的東西 以為聖子是比這個 用玉直來做 還有它這裡面 也洩漏了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剛才您說的 大唐開源玄宗玉次 好 各位 大唐開源我們就知道了 玄宗是誰呢 唐玄宗 來 我寫一下好不好 我寫一下 因為我要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玄宗 唐玄宗 玄宗他的名字叫做李隆基 如果唐玄宗 如果唐玄宗領身分證的話 他身分證的名字就叫李隆基 可是他的這個玄宗兩字 哪裏來的呢 叫做四號 這個字念四 四號 什麼叫這個人死了 皇帝或者諸侯或者是這個大臣 這個品階很高的大臣死了 曹廷會給他一個名字 讓後人去稱呼他或者紀念他 因為你不能說李隆基他死了 不能這麼說 所以說這個玄宗二字字 李隆基死以後 曹廷給他的一個四號 叫玄宗 後代的人赐予他的名字 就死了第二天就會有四號出來了 所以說死的人不可能 大唐寫上在這個板子上面 他可能寫玉題 比如說大唐開源玉題或是玉次 那就表示說大唐開源玉次 那個皇帝當然是這個 所以不是玄宗當時 自己刻上自己是玄宗 因為他在位的時候 在世的時候 還不知道自己叫做玄宗 這個時空有錯差的 對 這個有錯差的 所以玄宗不可能搬 他死了不可能搬一個東西給別人 好 那問題是說 這也有可能是這個 明代或者是清代以後的這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複製品對不對 我們要知道這塊石頭 也是有年代的 這塊石頭的玉 這個是什麼 什麼做的 OK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多少錢 我再來講這是什麼做的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玉龜呢 第一次拿玉製的聖紙 感覺上非常有光榮 而且覺得馬上就要發財了 其大哥拿在手上的時候 真的還滿像朝廷的官城的 大官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聖紙的玉龜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值多少 請見價三萬元 這麼高啊 這麼高 和田玉製的 特別把它做舊 如果你把它拋掉的話 它是一塊很漂亮的和田玉 當時因為和田玉不值錢 所以就把它故意把它做舊 還是要聖紙 這有一點爆舔天物啦 對 所以說如果把它拋光以後 它是一塊白色的和田玉 那您建議它把它拋光嗎 還是說就這樣子留著就好 就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聖紙才開心 對 而且這是長輩留下 他剛剛也講是奶奶嘛對不對 奶奶還留了什麼東西 是朝廷上面的東西啊 就還有一串那個清朝的朝珠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您說這叫做朝珠是不是 來 我們來看看 我們到前面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是什麼 朝珠 好 好 這怎麼拿 怎麼拿 好 好 來 前大哥 這個是怎麼戴啊 這個戴法 我給您提一下 這個戴法也分男女 我先把這幾樣東西 這個朝珠每27顆一串 中間就叫祭珠 這叫輾珠 這小小的叫輾珠 這個中間的叫祭珠 這個祭珠呢 叫佛頭 這個祭珠叫佛頭 這個叫背雲 後面這一塊 叫背雲 也就是說怎麼戴呢 這樣子戴 好 來 這樣子戴 戴了以後把這個背雲放在後面 這個 這是放在後面的 這個是放在後面的 這叫背雲 然後轉過來 您看喔 輾珠 在您的左手邊有兩串輾珠 這叫男人的戴法 也有女士的戴法 那女士呢 女士的戴法呢 是把這個反過來 轉過來 把這一串的放在你的左邊 就是這個兩個 這兩個一邊左一邊右是不是 是 這個輾珠的地方 這樣戴 好 來看一下 這個輾珠這個地方呢 是有兩個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一個的 男生呢 要兩個人要往這邊 那女生的話呢 就是往這裡 是 女生如果說是皇后的話 是戴三串 一串是這樣掛 一串是這樣子掛 一串是這樣子掛 你說這曹珠要兩串就對了 三串 要總共要三串 那一串呢 一串的話就是一般的 一串就是男生 或者一般的這個兵妃 戴一串 皇帝也只戴一串 只有皇后戴三串 這聽起來 這感覺起來 這個我覺得你奶奶 會不會每天在家裡面 就穿著這樣子 這就像了吧 是… 有沒有這樣子 這個就擺在那個神桌上面 供在那邊擺 這是供在神桌上面 是… 這個曹珠的話 它是不是也有這個 珠子的話是不是有 總共要幾 你說總共要幾 這一截二十七顆 總共一百零八顆 一截要二十七顆 總共一百零八顆 總共四截 那因為清朝的皇帝信奉喇媽教 對 所以就帶一點佛教的性質 所以它有佛教念珠的那種用途 只是不把它當作念珠來用 當作一個裝飾品來用 其實只要是五品大員 在參加國家慶典的時候 一定要佩戴曹珠 這是規定 這也是一種榮譽 好 那曹珠上面的材質的話 是不是也有區分呢 那當然 當然 如果說是乾隆皇帝 有這個珊瑚的 對 有這個瑪瑙的 或者是這個玉植的 當然最貴的 當然是和珊的 和珊有一串是這個 這個珊珠珊瑚做的 那一串是後來嘉慶皇帝 抄他的家的時候 抄出來的 後來就沒收 列為宮廷的御用 那現在呢 現在這一串草珠 在博物館裡面 沒有在博物館裡面 不知道跑去哪裡 好 也是一個世紀之謎 就從此以後下落不明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應該也不會是和珊的吧 您要不要先戴著好不好 沒關係 就 您戴著 我們要跑評估 對不對 也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東西傳出 你看 這個長度各方面都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這個珠子 我記得是這樣子拿吧 它這個上面的材質 其實還滿多元的 這個抄珠上面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材質 然後這個念珠上面 這兩塊材質又不太一樣 後面的這一個 跟這個 這個後面的貝雲 跟這個祭珠是同一塊的 這是同一塊嗎 這是祭珠 祭珠也是同一塊 那這一塊又不一樣了 這塊又不一樣了 這塊是瑪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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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間這個呢 中間這個是何田玉 何田玉啊 剛才我們看過 染色的 染色何田玉 也就是說以前何田玉不值錢 拿來把它染個色做舊 或者是要讓它仿這個珊瑚 它這個如果是仿得的話 說實在它也仿得還滿漂亮的 你看它旁邊這個 它做工還滿細的 你看 它這個銜接的這一個 對… 地方你看 這個老東西了啦 這是老東西 是老東西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來 您就戴著 這是 您戴這個東西 肯定是一品大園 一品大園 肯定是一品大園 來 黎先生 您自己顧這個 大概多少 這個 因為說真的 我奶奶留下了 所以我不打算把它賣掉 是… 所以是無價 是… 那我們評估一下 好 我們評估一下 我們請這個 請大哥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潮豬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這麼貴 是… 這個月王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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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 是嗎 當然 不是 如果是的話就發財了 因為我上次回去他說 賣回來… 一百萬 一支一百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